腾出时间给天主 在默想中开放心灵 以圣母玛利亚为榜样 以上都是赵宗本独十六世 在今天公开借鉴的药理讲授中 所谈到的话题 也涉及杠荣中庆祝的圣母升天家里 赵宗谈到圣母的经验时 讲述默想的主题 圣母具有丰盛的人生 旅行每天的本分与她的使命 要懂得腾出内修的空间 反思天主的话和旨意 默想是指腾出修炼的时间 反思领会我们信仰的奥基 及天主在我们内所施行的话工 照中要解释 可以采用圣经的一小章节 或灵修大师的作品 做默想的材料 甚至玫瑰经也是一种默想的祈祷 重复送念万福玛利亚 帮助我们回想与反思 我们宣认信仰的奥基 同时也可以细想某些深刻的灵修经验 或主日彌撒中某些出动我们的话 照中总括说 亲爱的朋友 恒常腾出时间给天主 是加强灵修生命的基本要素 天主会透过他的奥基 他的上演 他的灵在于化工 亲自给予我们 令我们扎身明白 为我们所包含的意义 感谢观看